镜头转回台湾来看到和硕昨天召开法人说明会 公布了第三季财报 营收数字是相当亮眼 累计今年前三季 归属母公司尽力达到89.8亿元 EPS每股盈余达到了3.86元 那么外媒也关注外传和硕厂是iPhone 6 Plus的订单 还预定了扩建厂房 分析师认为这显示了苹果不愿意单一供应厂商做大 那么未来供应链分散的情况会更加明显 台湾苹果粉丝中暗iPhone 6 订计商榜约公布应求 连带相关供应链厂商也是笑得何不拢嘴 手机的确是营收的很大的一个贡献 积极传出 业界有着小鸿海之称的核硕 吃下苹果供应链15% 还将有机会生产iPhone 6 Plus 法师会上 总经理成见中 神情也不免有些得意 营收大幅上升11% 关键就在智慧型手机 移动装置的部分 明年也将持续投入高达3亿美元资本支出 以及新建厂房 那明年呢 又有一些计划 我想必须要逐步把它实现 华东的几个厂区 厂房的增加 设备的添购 这个都是 分析师认为 苹果彩分散供应链策略 选择核硕不让鸿海专美于钱 相关表现值得关注 好我想其实在整个苹果的过去的一个策略都是它是分散供应链 通常都是产品推出之后的大概一季之内大概会是最热销的时候 这个核硕的部分能够接到多少订单 那么对于他们接下来的营收有怎么样的贡献 其实都是还是未定今天 还是需要再持续去做一个留意跟观察 法续会聚焦 核硕拿下多少苹果iPhone 6 5.5寸手机订单 而对此核硕方面不便进行评论 但公司也表示 生产线已经具备良好的组装能力 Q4以及未来都有信心拿下一张好成绩单 新台电视陈静焦沈为童 台湾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